首先检查选择机座螺丝是否生动 依据数据线是否生动 再检查三角座螺丝是否生动 检查刀片螺丝是否生动 再检查深盖罩上面的螺丝是否生动 再检查帽子盖上面的螺丝架子是否生动 再检查发布盘上面的螺丝是否生动 最后检查梭子是否生动螺丝